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掌握向华强事件发生半年后 不可一世的白小航突然暴毙身亡 死因扑朔迷离 社会上各种说法都有 有的说是江湖仇杀被干掉 有的说是吸毒吸死的 也有说是被人下毒等 当年白小航之所以能威水天子脚下的京城 飞扬跋扈无人敢惹 除了他自己蛮横和有一帮打手兄弟外 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有位大哥严京为其撑腰 严京其人表明是个律师 其实是京城地道的老炮 为人十分重义己 喜好结交江湖朋友 在京城一带的道上颇有威名 且黑白两道的关系都十分深厚 小弟白小航死得不明不白 他手下一些人便不肯上罢甘休 找到严大哥哭诉 要严京调查并为其报仇 后来白小航的人告诉严京说 小航哥死前就与眼戈台的向华强发生过过节 言外之意并视白小航的死可能与向氏有关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很快京城道上盛传的严京要出头为白小航报仇的消息 就传到了向华强的耳朵里 向华强得知后惶恐不安 虽然白小航的死不是他干的 但他担心对方会产生误会 向华强找到了丁沛的表哥 凌叉商议对错 凌叉一听是严京也是一愣 因为其他人都好说 但严京此人 传说与当时海里的某公子都是哥们 这让凌叉也深感为难 向华强和陈兰原本以为丁沛表哥出马 便可以摆平一切 没想到连表哥也惧怕严京的背景视力 这再次加重了他们夫妇的恐慌情绪 京城毕竟不是香港 若在香港 向氏家族可以傲视江湖 所向无惧 这一夜向华强夫妇彻夜难眠 他们就站在住宅的窗口前 眺望着远方的紫禁城 心里感慨万千 考虑再三 他们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将演歌台夜总会正式关门歇业 从此 向氏家族在90年代再为涉足过京城商业 直到2000年后 内地法治和治安环境发生了大幅改善 向华强才重新在京城开设了酒店 形势稳重的向华强 此后又通过其他关系渠道 向严京方面传达了关于白小航的事情 彻底化解了彼此间的误会 向华强家族能一路走到今天 这与他的性格 眼光和格局是不无关系的 向华强很早就明白 江湖不是打打杀杀 江湖只是人情世故 这正是他区别于其他黑道大佬的地方 而这位京城老炮严京 现在依然安详晚年 直到现在 年轻后辈们提起他 无不由衷竖起大拇指 事实证明 能在江湖上全身而退 笑到最后的都是形势稳妥慎重的 而绝非动辄喊打喊杀的莽夫之辈 本期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更精彩 喜欢的看官记得点个订阅 避免迷路 我是众恒传媒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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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